欢迎收看由新唐人亚太新闻部制作的美国大选世纪风云特别报导 马上先来快速浏览美国大选风云最新消息 好 美国参议院将审核川普谈合案 拜登呼吁迅速通过人民案 川普呼吁美国人和平过度要冷静不要暴力 而美国参议院1月19号听证会确认拜登吁务情提名人 拜登接受白宫提议救急前夜入驻互来而攻 周三美国总统川普发表最新演说 谴责1月6号的国会暴力行为 并称从事极端做法的人不是支持他的人 而是在攻击美国 川普说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容许违法的暴力行为 美国总统川普发表最新讲话 谴责1月6号的国会暴力行为 表明做出这样行动的人 就不是他真正的支持者 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 都不容许违法的暴力行为 川普也指出 近期科技媒体做出的大规模言论审查 是对人民空前且危险的事情 我还想说几句话 我们最近在新闻的自由言论审查 我们也看到了在最近的日子 的努力去评论、禁止、禁止、黑暴力 我们的亲戚们都错了 而且是危险的 川普呼吁在疫情与纷乱当前 应该是互相倾听 共同为美国扶植努力的时刻 在过渡政府之前 他也指示了联邦机构 使用一切必要资源 维护秩序安全 新唐亚在电视唐杰安整理报导 周三美国民主党掌控的国会众议院 以231票赞成197票反对 通过了川普总统的弹劾案 那么接下来呢 案件将交由参议院审议 不过呢参议院一直要到1月19号才会复会 因此这场弹劾呢 确定不会在1月20号政权过渡前完成 那么共和党议员就表示了 民主党发情的这项弹劾呢 只会进一步分裂国家 周三美国总统川普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 两次被国会发动弹劾的总统 民主党指控川普所谓煽动叛乱 有10名共和党众议员投赠成票 其他197名共和党众议员都反对 A vote to impeach would further divide this nation A vote to impeach will further fan the flames of partisan division Now the message is if you have a whim and you want to just go after a president just go straight to the floor no investigation no judiciary committee go straight to the floor use it as a political weapon as you wish this is so dangerous Democrats impeachment of President Trump today has now set the standard that they should be removed for their support of violence against the American people 值得注意的是 弹劾需送交参议院 并经参院三分之二的多数 才能判总统罪成 但参议院一直要到19号才会复会 而且在没有共和党参议员 表态支持弹劾的情况下 依照目前50比50的局面 民主党弹劾案将不会过关 另外 中院民主党党编克莱本已经表示 会等到拜登就任数周或100天后 再将弹劾案送交参院 他说 让我们给拜登100天必要时间 推动并执行他的政策 意味着1月20号就职日前 弹劾流程无法走完 一年前 民主党人曾以滥用职权 和妨碍国会两项罪名弹劾川普 但最终参议院判定川普无罪 民主党在美国总统川普任内 发动了两次弹劾 第一次没有过关 第二次在总统就职日前 可能也不会有结果 被国会认证的总统当选人拜登 今天敦促联邦参议院 在处理弹劾时 也需要留意到他施政计划的优先事项 迅速通过他的内阁成员任命案 那么根据华盛顿观察家鲍德 所报道的一份最新民调指出了 有六成民众认为 弹劾是浪费时间跟金钱 那么有74%的民众认为 弹劾是出于政治动机 美国新当选总统拜登 提名安东尼·布林肯为国务卿 参议院将在1月19日复会第一天 举行认证听证会 这也是拜登就职典礼的前一天 布林肯曾在2002年至2008年 担任过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 民主党参谋长 之后在2009年至2013年 在欧巴马政府担任常务副国务卿 以及副总统的国安顾问 与拜登共事已近20年 众议院发起弹劾川普行动后 民主党人希望参议院召开紧急会议 尽快审理此事 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表示 不同意召回参议员来举行紧急会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3日发布多则推文 力推川普成功推动 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和平 以及打败伊斯兰国等 应该货班诺贝尔和平奖 另外蓬佩奥也表示 美国数十年前开始的推进政策 助长了中共的猖狂 而川普采取行动 有力回击了中共的挑战 为了给中共监控商海康威视 在美国的子公司提供服务 前加州民主党参议员巴巴拉伯克瑟 在司法部注册为外国代理人 但此举引发外界强烈反应 上天下午他不得不注销注册 新唐人也还练续整理报道 欢迎欢迎 带您看到美国大选舞弊的后续追踪 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周三表示 一名妇女因为多项指控被捕 那么其中包括了选举欺诈 非法投票以及非法协助人们 通过邮寄投票等等 那么这名女子叫做罗德里格斯 去年在一个保守派组织的调查影片中 曝光了她的种种帮忙选举作票的行为 那么依照德州选举法 每项指控都构成了重罪 目前她已经认罪了 如果罪名成立的话 将面临长达20年的监禁 我们接下来看到美国佛罗里达州 共和党籍州议员芬恩认为 美国多家大型科技公司 正在消除保守派能够发生的任何管道 12号芬恩以公开信的方式 呼吁佛州州长迪尚特 抵制五家大型科技公司 回击言论审查制度 我认为我们应该做我们的事 去迫迫这些公司 去做正确的事 而去阻止调调调调 他们有正确 这并不认为他们应该做 但我认为如果佛罗里达这种行为 我认为如果其他国家 开始开始这种行为 我认为你跟客户 在这种行为 我认为你会看到 这些公司 也会看到这些公司 也会发现 或认为这些公司 好 芬恩表示 他将起草一个法案 禁止州或地方政府 跟亚马逊 推特 苹果 Google跟Facebook 这些公司开展业务 包括佛州政府 不得在推特 Facebook或Google上 做广告等等 芬恩认为 这些大型科技公司 可以决定跟谁做生意 那么州政府 全国的用户 也可以拒绝使用 这些公司的产品 好 去年11月 一度有消息称 AT&T有意出售CNN 那么现在美国 又有多家媒体报导指出 美国有线新闻网CNN 决定关闭有30年历史的 机场电视广播网 美国多家媒体报导 美国有线新闻网CNN 决定在今年的3月30日 关闭有30年历史的 机场电视广播网 理由是 疫情让航空客运量下降 以及在首期和其他网络平台 观看的设备变多了 洛杉矶时报报导 CNN机场网络的广告收入 已经不再是获利业务 CNN亚特兰大总部 大约有20名员工 将因此失业 甚至在去年11月 一度有消息指出 AT&T有意出售CNN 我只是想再重新采设计 我觉得我们不能正常 CNN近來爭議不斷 去年10月 CNN電視台會議周 總裁朱克下令要醜化川普的錄音曝光 他還曾指示編輯團隊 不能跟進報導 拜登家族的醜聞 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的公關團隊中 多位有CNN工作的背景 拜登白宮新聞秘書莎琪 是歐巴馬執政時期的國務院發言人 長期在CNN擔任政治評論員 CNN另一名政治評論員桑德斯 將成為拜登副首賀錦麗的首席發言人 去年12月 國家脈動網站報導 CNN主持人扎莉亞和拜登顧問 勞倫斯·薩莫斯 參加了中共高層主持的會議 目的是擴大中共與其他國家的合作 輕重立場再受質疑 新唐人亞太電視 詹永如整理報導 2020年的美國經歷動盪 包括了中共肺炎大流行 極左組織安提法肆虐 以及美國大選巨大規模舞弊爭議 2021開年 大型媒體跟科技巨頭 又對用戶展開了中共式的言論查景 曾經在中國生活過一年的 美國電商巨頭創辦人博恩 接受了英文新唐人專訪 表示美國正在經歷一場顏色革命 而且有共產主義接管美國的色彩 美國境內的腐敗勢力是自由美國的致命傷 美國電商Overstock創辦人博恩 11號接受英文新唐人節目Focus Talk 表示美國的左派集團強加審查制度給美國人 這已經意味共產黨接管美國 這件事正在美國上演 博恩認為美國正在經歷一場顏色革命 他分析這場顏色革命分為四個階段 一開始是中共肺炎大流行 導致美國士氣低落 接著是Antifa 燒毀建築 以及打砸搶等事件 一些州政府機關毫無作為 使美國人迷惘 然後是美國總統大選的舞弊以云雨危機 現在已經進入大型媒體和科技公司 正在消除打擊與他們對立的言論和觀點 美國國會1月6號爆發衝擊事件後 美國CNN NBC紐約時報等大型媒體迅速一面倒 把川普支持者灌上暴力不理性的標籤 社群平台Twitter甚至以可能進一步煽動暴力的風險 直接永久停用美國總統川普的帳號 柏恩表示他仍然對美國的最高法院和司法系統存有信心 但是他認為最高法院應該針對選舉舞弊的案件 做出正當的裁決 確保美國選舉制度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柏恩也呼籲美國人民走出去 親自去參與地方選舉 投入選舉志工活動 捍衛美國選舉的公正性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美國大選世紀風雲特別報導 世界需要真相也請您支持良心媒體 我是趙婷玉 我們下次見